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所历史悠久 环境优雅 文化底蕴丰富 教育管理极具特色的金色殿堂 这也是一艘在历史的洪流中批波斩浪 肩负着挽救航权 振兴国运 建设世界一流海事大学使命的宏伟巨人 其前身可追溯到1909年6月 我国著名教育家 游船部上海高等实业学堂监督唐文志先生 在该校设立船证科 标志着中国高等航海教育诞生 1953年 由上海航务学院 东北航海学院 福建航海专科学校 合并成立大连海运学院 上世纪50年代开始招收研究生 1960年 大连海运学院被确定为全国重点大学 1963年 国务院批准航海类专业实行半军事管理 1981年 国家学位制度建立 轮机工程 通线与电子系统 电力传动及其自动化学科 获得硕士学位授予权 1984年 传机修造工程学科 获得博士学位授予权 1985年 世界海事大学在学校设立分校 1994年 经国家教委批准 学校更名为大连海事大学 江泽民统治新笔位学校提写了校名 1997年 被国家批准进行211工程重点建设 1998年 学校的质量管理体系 通过国家港务监督局和挪威传级社的认证 成为我国率先获得 ISO 9001质量管理体系认证证书 和DNV三个认证规则证书的大学 2004年 学校顺利通过了教育部专家组 对学校本科教学工作水平的评估检查 并获得优秀 2009年 学校成功举办了中国高等航海教育 即大连海事大学建校100周年纪念活动 2015年 教育部核准颁布大连海事大学章程 2016年3月 交通运输部党组书记 今天的大连海事大学形成了理学 工学 管理学 文学 经济学 法学 哲学等多学科协调发展的框架体系 现设有51个本科专业 6个一级学科博士点 32个二级学科博士点 18个一级学科硕士点 97个二级学科硕士点 7个博士后流动站 2个国家重点学科 13个省部级重点学科 1个国家工程研究中心 20个省部级重点实验室 5个省级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 1个国家级人才培养模式创新实验区 学校拥有一支整体素质好 层次结构合理的师资队伍 现有专任教师1301人 其中教授332名 专职博士生导师162名 学校现有千人计划5人 国务院学科评议组成员4人 长江学者特聘教授 讲座教授7人 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获得者1人 国家百千类人才工程 国家级人选4人 具有教授职务的高级船长 高级轮机长6人 学校科研工作呈现量增至生的良好态势 5年来 共承担国家级科研项目291项 省部级科研项目837项 累计发表SCI SSCI EI CSSCI等检索论文3872篇 2007年 赵德鹏教授主持研究的电子海图航道图技术及其应用系统的研究 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 2008年 金一成教授主持研究的多本船功能完备的航海模拟系统及其开发平台 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 2013年 李颖教授主持研究的岸船空机海上油膜探测船感识别技术及应用 获得国家技术发明二等奖 特色鲜明的半军事管理模式 将帮助航海类学生养成优质的生活习惯受益终身 2013年 我校600年学生在第12届全运会开幕式上完成了变形方队的演出 2014年 央视新闻直播间专题报道了我校半军事管理制度 凸显了特色的管理模式 对锤炼学生意志品质增强作业竞争力发挥的巨大作用 2015年 我校航海类专业学生在第三届中国海源技能大比武中 荣获团体总分第一名的成绩 2016年 我校14名学生组成的代表队成功完成了海峡勇士2016横渡国海海峡山板邀请赛 我校现有自行投资建造的 我国首艘独立开发设计的教学实习船玉昆仑 是目前世界上最先进的专用远洋实习船之一 存在着我校学生远赴韩国、新加坡、俄罗斯、日本、东南亚各国以及港澳台地区交流访问 学校先后与俄罗斯、美国、加拿大、英国、日本、瑞典、斯里兰卡等33个国家和114所国际著名院校单位正式建立合作关系 大连海市大学校有行记遍布全球 在合作办学、师生交流、合作科研等方面一直保持着实质性联系 学校现有长期工作的外籍专家30余人 每年来校短期讲学的外籍专家达200余人 2007年,我校海外校区斯里兰卡科伦坡国际航海工程学院开始招生 实现了我国高等航海教育的首次输出 学校坚持立足航运、服务交通 积极面向交通移除行业、开展社会服务 在社会重大突发事件处理中 利用学科和人才优势 组织专家主动发声 提供科技服务和致力支持 学校把力得数人作为根本任务 重视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 提高综合素质 近三年,我校学生在创新创业竞赛中 荣获国际级奖利108项319人次 国家级奖利98项329人次 学校现有学生社团207个 丰富多彩的校园文化生活 为学生全面发展提供了平台 2015年,学校荣获第四届全国文明单位等荣誉称号 学校在国内高校首创情商奖学金和大学生专业技能等级大赛 促进了学生综合素质和实践能力的大幅提高 先进的教学条件 雄厚的师资力量 科学的管理模式 为学生的学习和成长提供了坚实的保障 近年来,毕业生年终就业率保持在95%以上 学校连年被评为辽宁省普通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先进集体 2011年,学校荣获全国高校就业工作50强单位 海大学子对母校有着特殊的情节 他们关注着母校的发展 关心着学弟学妹们的成长 鼓励大家积极进取,感恩母校,回报社会 并校60多年来 学校为国家培养了各类高级专业技术人才9万余名 他们中,有的成为共和国的部长、省长 有的成为港行企事业单位的领军人物 还有一批始终坚守在远洋运输岗位 足迹变图七大洲、四大洋的船长、轮机长 更有一批奉献在管理、法律、人文等领域的业界精英 相信未来的你们也会带着海大人的情怀和担当 在祖国最需要的地方书写华美的乐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